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松太的频道 昨天我们的影片, 最多人回应的地方竟然不是关于我们的影片的内容 最主要是最后最后一段, 关于我们放了一个AirTag 到我们的儿子的鞋 然后查询他去到宿营的时间, 去到什么位置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收到有差不多10个短信 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就是说 松仔, 你知不知道AirTag 是需要有一些iPhone在附近, 可以反弹到这个信号 对了, 他才可以告诉你, 这个位置在哪里 如果全部人都不可以带手机, 不可以带电子产品, 你又怎样查到他呢? 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够逐个回覆那些信号, 我现在一次过在这里说 其实很简单, 因为只有小朋友是不能带手机, 带人是可以的 而且里面是有很多工作人员, 而且他不是真的去到那么匹务而已 对了, 其实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真的很匹务的 就是开车, 我想我们要去一个多小时左右 但他不是说真的放山, 他是放山野嶺 但是他放山野嶺来, 他10分至15分钟是出... 我想英国没什么地方是没人的 对了, 出到去有人的地方, 因为此其一, 第二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 那些工作人员是有手提电话, 肯有一两个用iPhone的, 英国很不会的, 没什么机会是没有的 那我也都是证实了这件事的, 因为我到现在都查到他究竟是哪个location 甚至乎是证实到什么地步呢? 我是知道他的袋子放在哪一个标定里面 然后他的人那对鞋, 他现在穿了那对鞋, 是去了另外一个标定 知道他换了一对鞋 是的, 知道他本身是穿着那对Running Suits, 现在就变了那对Walking Suits 然后就去了, 鸭仔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都挺准的, 位置方面 而且他每十多分钟会update一次, 如果你看的话 所以我们最update的location是去之前11分钟, 12分钟 我觉得at least都给我们一个安心 不过我真的没试过他离开那么久 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学校没有安排他们逐个打个电话回家 没有的 因为以前我们去宿营那些都会的 就是会安排小朋友可能打个电话回家 跟他们讲一下 这个又没有, 还要走三天两夜 都要不告诉我看他去哪间房和哪个睡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你知道嘛 他怕你知道, 家长一定会说我儿子不要和这个睡 我女儿不和这个睡 很麻烦的, 所以他不告诉你他和哪个睡 所以就, 令人有点不安 因为起码你到部就告诉我 怎样啊, 开不开心啊, 好不好玩啊 就是你happy 还是不happy 我都得过G字嘛 不过我觉得 但他不happy 我又不会想知道啊 你有这个道理啊 anyway啦, 把这个责任呢 暂时交给这个学校的老师处理 不过我最奇怪的是晚上九点多 他都还没回到他的宿舍睡觉 还没睡觉 要确定玩到他们完全 玩到他正 是最后那滴电都没有 就是一定要叉才会启动到那种状态 一进去就睡着了 那就确定这样就不会哭了, 对不对? 好了, 今集究竟有什么资讯要和大家分享呢? 事不宜迟, 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啊 又是我松仔仔啊 又是我松仔仔啊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啊 哎呀, 是松仔仔仔啊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乱啊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的 我记得蛇都是乱乱的 这个频道是叫松仔乱乱的嘛 哈哈哈哈 你少这么怕就认真一点 刚才议员都是议员来的嘛 那又是啊 我很怕没饭吃的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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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了, 第一单要和大家说的是 关于这个local council election 英国一个地方的地区选举 明天就将会是举行的了 即是大家看到这条片的时间 就是进行选举的时间 非常之重要啊 总共是有317个council的,在英格兰这一边 里面其中有230个都会在明天举行这个选举的 总共有8058席是up for election,8000多席 据我所知,明天早上7点钟就会开门给大家进行投票 一直开到晚上的9点多钟 稳妥这件事不要太迟去,OK? 我们的选区就好像是每人可以投2票 为什么要投2票呢? 因为要投2个人 所以有些人你不要打算打一个,有些可能是打两个都不出奇 最近不是打交叉 sorry,说错,对不起,sorry sir 打交叉才是,打了又变废票,会不会变废票? 我不知道 总之就稳定起见,打交叉 打交叉,不是代表你不想要的人,是想要的人打交叉 所以好像我们如果去吃车仔面点东西或者点点心的话呢 你都不可以踢,你要打交叉 这样 大家这次要留意了,因为不是全英格兰都有份投票的 比如我刚才搜索过Birmingum那样 是没有人可以投票的,因为根本没有选举的 所以你要查清楚你那边是不是有选举,你才可以去投票 不然周围找不到投票站呢? 原因是很简单,因为根本没有在举行选举 除了英格兰之外,苏格兰和威尔斯这次是不会有选举的 两个地方都不是包括在今次的local council election里面 另外就是北爱尔兰5月18号才会举行的 跟英格兰这边的日子有点不同 所以大家就要分开了 我主要今次讲的就是英格兰这方面的地区选举 有polling card的嘛,怎会不知道要不要投票呢? 你对,所以我也在这里准备了一个sample给大家看的 那如果你是有机会有份投票的话 你将会收到一封类似counsel我以下这一封信的 那打开就变成了一页 那里面就有你的地址啊,有你的名字啊 也都是有你去哪一个counsel投票的information 那右下角还会有一些help line,email,website 那你是可以联络的 那所以呢,你收到这张polling card 是不是要带上去的? 不用带上去的 不用带ID 它已经有名字了 那你只需要带你的photoID去 那你今年是一定要带ID才可以投票的 不不带 往年是可以两手蝙蝙蝙进去 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给你投了 是的,如果你想知道有什么ID 你才可以拿进去当作是这个voterID来用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上一集呢,已经cover过的 不过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不要紧的 你在信的内页里面呢,你会找到有一个list 那里面呢,就是写了有些什么的文件 证明呢,你可以当作是这个photoID使用 从而你可以进去投票的 那这几天呢,我之前讲选举的时间呢 最多人留言问我的问题呢 就是,啊松仔,我究竟应该投哪一个呢 投哪个party,因为他们没有什么idea 是 因为除了知道有保守党和工党 那其实就完了,就是没有第三个 那其实还有green party,就是绿色组织 是 跟着还有leap dam,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党 那然后就还有一些其他的细党 独立党 总之有很多其他的细党 那因为每一个council都有少少不同 因为不是每个council都一定有那些细党 那大党就基本上一定有 Labor and conservative 就一定的了 那其他那些党呢,就未必有派人参选的 那所以你要check清楚 你那里有些什么政党是参加 那接着呢,就很多人问我问题了 那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政缸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那我又如何投票呢 因为可能大家都有看我的channel 就知道呢,就是你投票的时间 你不能够只是以他是工党还是保守党 就是党派 是的,以党派去区分我究竟应该投谁 因为始终他实际在一个地区社区 有没有做实事 有没有做些东西是为及你的生活的话 那你都需要上网查一下究竟他做些什么 那你都不是说盲目地 我支持哪个党我就不管了 我就投他了 你就是不能够这样做嘛 那很多人都问究竟那个政缸在哪里看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 因为我呢,都是不知道这个政缸在哪里看的 那我其实都上网是找了一段时间呢 是终于找到一个网站呢 希望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这个网站呢,就叫做 whocanivotefor.co.uk 是的,很简单 非常之直接的一个网站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志愿组织组成的一个网站 就将所有你今次有份投票的council的资料 和他的候选人 和或者他的政缸 甚至乎他喜欢吃哪一块饼干 那呢,都是有记载的 那不是每个有记载饼干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是记载饼干 Anyway,那譬如我现在找是Nottingham 你有一个,你放你的那个postcode下去 你找一个candidate 那你就找到 这个Nottingham区呢,就会有这些人 是参加这个选举 例如Labor呢,是派了三个人参选 那然后呢,就有这个保守党呢 就是派了三个人 Green Party就派了一个,跟着Leap Dam 就派了三个这样的 那你随便按一个叫Richard Ian Jackson 那他里面的资料呢,就不是很多 但是呢,你是可以上去 他的personal的page那里呢 是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 或者Twitter 是的,关于他的政缸 那样的,譬如我现在按进去这里 那你就找到 关于这个候选人的资料 叫做小小他的资料 然后他也有 也有他之前的,这些是其他MP了 哦,OK 那有,因为呢 今次Local Council的选举呢 就不是说很全面的资料 譬如我想找他们的manifesto 政缸英文manifesto 那我找吧 那他最update的是2019年 那不是说现在最新2023年的一个政缸 所以呢,这个就令到我有少少的疑惑 我发现呢 有很多候选人呢 甚至乎是想,想呢 都不一定是个个有的 嗯 因为有八千多席 即是八千多席 八千多席是有 过万个候选人 是的 那就不是个个都真的 有一个很长进的政缸 但at least呢 你上去这个网站的话呢 你有机会找到 一些主要的候选人 我相信 想着自己会赢的那个呢 那些细节是会多些的 那你可以就上去看一看 做一些research 对了 做一些research 你去投票之前看一下 究竟谁打谁 男还是女 究竟他是会为我们社区做些什么呢 那其实,除了这个途径呢 有很多是会派宣传单章去你家 那我们都收到的 我收过两次保守党 一次工党 那样 那他们会有一些 好像类似明信片那样的物体 就会寄入籍 就说给你听他们的政缸是什么 不过我看完也有一点一头没水 因为我这一边呢 就是比较香教一点的 那我这一边 譬如保守党的政缸是怎样呢 他就是说他会促进这个 農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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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那就会多些 控制fly tipping 对了,控制这个非法 傾倒泥头 垃圾 那样 就感觉上不是很关我事 就是我不是说 非法躲垃圾不关我事 那就是其实有时都会看到 駕駛车 在一些country上 突然间有很大堆垃圾 那样 但是他不是 即是怎样说呢 是很实实在在 很迫切地影响我的东西 譬如我自己会比较担心 多些是关于治安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倒垃圾的schedule 会不会delay 那这些可能 so far so good 即是我们这边都 不是太大问题 但是呢 看他们的政缸 就不是太对我有一个 实际的impact 那所以呢 我们都要想想 怎样去投票 第二样呢 要说的呢 就是有一样很困扰英国人 大部分人都会遇到 经历到的 就是关于 这个诈骗的问题 即是很多时候 你会收到一些诈骗的信件 诈骗的email 诈骗的电话 甚至乎 他本身一构诈骗的人 会出现在你面前 上来诈骗你 那我们也遇过很多无数的事情 甚至乎 是去到那个地步 是你明明那封信是真的 你都要check很久 去调查很久 你才知道原来它是真的 就好像我们上次NHS 叫我爸爸给钱 那件事件 是 那现在政府呢 就觉得 不行了 这个问题呢实在是比较严重 所以呢 今次呢 新卫城的政府呢 就發动了一个新的campaign 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呢 去打击这些网络诈骗的罪犯 那怎么去打击呢 首先呢 它是宣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凡是以后你接到 譬如任何是老人家呢 接到一些关于他们的退休金的诈骗的电话呢 都一定是假的了 因为政府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禁止这件事情 你不能够呢 再跟老人家说呢 哎呀我打电话来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呢就想推销些什么的 退休产品计划 那些全都不行了 以后凡是cold call,即是打电话的都不可以 这个是第一步,已经是存在的了 第二步就是所有金融,financial上的产品 都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销售的 即是已经禁止了 什么基金啊 是的,就算是银行都不可以用电话cold call你 何况是一些scam的骗子呢 所以当医疗法律一实行之后,你就知道了 凡是有人打电话来跟你说这些东西 一定是假的 是的,你立刻可以切线,因为肯定不会是真的 我觉得他只是ban这两样东西不是很足够 因为我很少收到他刚才说的那两样东西 因为你不是老人家嘛 但是他投资,基金那些我都没收到的 我都没收到 反而我收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说DHL有个puzzle给你的 是的,你是不是involved在一个car accident那里 是不是开DHL车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 我想可能香港的朋友刚刚来的 未必会收到,未必关你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欧洲前几年,我想前七八年左右 就是DHL车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scam scam就是DHL车的废气排放 其实原来是不合标准的,不合规格的 是有害的 那些统计数据是造假的 最大的造假公司就是Volkswagen 是 当时他们是被罚款数以X计算的 Netflix也做了一个documentary 就是说这一件事 那么前十几年呢 政府是大力推行DHL车 又环保又省油 又省油又就是了 叫大家全民一起转啦 就是个个都转的 刚才就是个个都是DHL车 那么诉讼之后呢 现在政府就有说呢 如果你当年是开那些DHL车的 你现在有机会可以claim一些compensation 但是车一早就卖了了 或者已经撞了什么,scrapped了什么都好 嗯 因为我本身我和松太呢 有这个开过DHL车的记录 嗯 那就不知道被哪些公司拿了这些资料 就打电话来问我 啊,你之前是不是开这辆车的 嗯 你那辆是DHL车的 你想不想claim一些钱呢 很着数的 你只要呢 就我们跟我们公司什么什么 我们呢 就会帮你去claim一次的 是啊,你没有成本的 是啊,你一定会拿到钱的 总之就说到天花龙鳳那样 那但是 问题是我 没理由将我的个人资料 就在一个电话那里pass给这个 不知道究竟他是在中东打给我 还是在哪一个国家打给我 总之听起来就不像是英国人 嗯 就是都是那些的电话 嗯 那所以一轮我都是当是scam 就割线的 就算我miss out了你那几千磅都好 那我觉得呢 以保我安全 我宁愿不贪这个小便宜 听说呢 再来近呢 验疏公司的一些cold call 和一些关于加密货币的cold call 都会被ban的 但是我不知道验疏公司 它是ban哪一类型 是不是那些 Have you involved in a car accident 那些 那些很烦 是就马上便宜 因为那一类呢 是说的 基本上我第一年开始开车 就已经收到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一个月 一定有一 很烦 是问你是不是 Hello Have you been involved in a car accident recently 我差不多会背 那句话 那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如果你真的一旦 在这些新的措施出现之后 而你又受骗 被人骗了钱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终于有人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答案我等了很多年 应该怎么做 那Citizen Advice那里呢 就说 如果你是被人骗了钱的 头24小时是你的黄金时间 黄金24小时 嗯 最好最好就是 尽早在24小时内 发现你是被人骗了钱 嗯 然后呢 你就可以contact Citizen Advice Bureau 嗯 那你就告诉他 他会听 我就被某某某某人 骗了些什么钱 怎样骗了 尽量给多些你的资料 他 等他去调查 那他呢 就会把这些数据的资料 就pass 给Trading Standard 嗯 而Trading Standard 就会再去决定 他会不会展开一个调查的 听了这么久 都还没知道怎么拿回那些钱 那不要这么心急 因为呢 其实这个计划呢 是放了30个million的英镑 下去做的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呢 那后面呢 还有一些比较实质上 可以帮到你的东西 OK 例如是第一个呢 就是 英国呢 将会在今年 是成立一个新的组织 就叫做UK Fraud Reporting Center 是 那就是专门report fraud的 是 那就会简化 和streamline整个process 就是你呢 以后呢 就除了电话 email website之外呢 你可以在里面 是有一个步骤 online教你 你怎样填些什么资料 就去report你的fraud case 然后他可能会promise你是多少日内呢 他会给回答你 会调查你那个被骗的案件 那样的 那另外呢 亦都是很多这些这样的打电话来给你的骗徒呢 他们都会遮遮了自己原先的电话 number 是啊 就把它换成是另外一些 number 等你不知道 是一个no-pro number 是啊 等你根本都不知道怎样查 比如有时候呢 就好像NHS打给你那样 嗯 那那个 number 我查又真的是NHS 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NHS 你不明白 是很矛盾的 是啊 是啊 那以后呢 政府呢 会加强这一方面的监控 就不让他们 是将自己的 number 隐藏 对了 冒充另外一些 number 嗯 那另外第二件事呢 通常要进行这些大规模的骗案呢 那你知道他钓鱼 是一次个鱼翁杀网 下去看看捉到多少条 是啊 那所以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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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信息 就一次个扔 几万个 几十万个 那样扔出去 就看是哪个中招了 那现在呢 政府呢 就会去打击这些叫 SIM Farm 嗯 就即是用 不好意思 噴到口水了 哈哈 那接着呢 他就会打击这些叫SIM Farm 那这些SIM Farm 就是专门 帮他们大量製造一堆 不知什么狗不搭的 number 是 是 然后就把他们全部传出去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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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很多年了 所以呢 现在就会去打击 就不让他们这样做 那所以大家呢 接收到这些scam的call 或者是信息的机会率呢 应该理论上 是会大幅降低的 那这一个新的fraud reporting center 呢 将会请400个新的这个investigator 嗯 就是组成一个fraud的squad 这样 那专门调查这些这样的骗案 那另外呢 他也会加大银行的权力 就用银行呢 就如果有任何payment 一些可疑的payment 出去的话呢 嗯 是给他们延长 他那个传出去的时间 等银行有足够的时间呢 去调查那笔钱 究竟是不是传了一个真的account 是不是一个真的transaction 如果不是呢 银行呢 有权呢 是将它撤回 这样的样子 我希望呢 这个新的措施一旦实行了之后呢 真的可以大幅改善 现在那个受骗的情况 因为现在都真是挺严重的 基本上每天都接到这些电话 是真是不胜其烦 非常之那么骚扰 还有现在他们的象征度越来越高 你越来越容易是被他骗 对啦 以前就只是录音 现在有真人跟你说话 喂 迟下更恐怖 因为呢 近这半年呢 有很多什么chat GPT AI 我找AI跟你说话 最近我听过 是不是在美国啊 我记得 就是有人 是用AI 去生成了 一个受害人的声音 和他的容貌 是的 然后呢 就用一些叫Deep Fake的技术 就将那个容貌和声音 Mask了在犯人那里 嗯 就扮是被人绑架 那然后呢 就打电话给他妈 就说一下 我被人绑架 你快点交负金啦 那种 那种 就直接你 就这样听就这样看 在经过screen 你完全分不到 他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个儿子 还是你个女儿 那你就乖乖地交负金了 因为你就 尤其是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那你可能有一些 会评论清楚 打电话给自己的子女儿 是 但是当他 看到连样子都在你面前出现的时间 是啊 你就会慌了 你就会慌了 还有很多 都不说上个年纪了 说真的 就算是我的年纪 都未必是很清楚 什么是AI 功能去到哪里 可以做到些什么 未必人知道 那你的不法分子 就利用这些技术 去进行这些高级的诈骗案 那就会令到我们很难防备 好了 接着想说一说 关于这个网络安全法 最近有很多网民 看完我的节目之后 都觉得很担心 很关心这件事 大家很大部分的问题 就问 他那条法例 是不是硬吃的 现在我们 是不是不能反抗 不能反对 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行不行呢 那很老实说 其实我也找了一段时间 那我也是找不到 一些什么方法 可以去表达我们的个人意见 除非 你说是要去找一些 local 的 MP 各样 但问题是 最主要的问题 是民意 现在不在反对那里 是在支持那里 那所以 你要扭转整个局面 事实上有点难度 不过有一件事 是可以做的 有位很易深的网友 他就找到原来在三月份的时间 就有一个英国人 是在网上 就举行了一个 petition 那这个 petition 就是去反对这条法例 stop the passing of online safety bill 但是遗陷的地方 就是现在只得 1280多个人 是 sign 了这个 petition 要一万个 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 呼吁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认为这条 bill 是不妥的 有伤阁的余地的 你认为你 现阶段 我们未必适合 一定要用这条法例 才可以去保护到我们的儿童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 是利用这个 petition 去 raise 你的 concern 那这个 petition 的link 我会放在我 description 那里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 或者你是想表达 你自己的不满的话 那你都可以 click进去 所以就自行行量 应不应该去 sign 这个 petition 那另外呢 除了是反对的方面 那其实今天呢 松太就说了一个 case 给我听 就是令我 在支持那边 我也有些 concern 就是 咦? 是不是可能需要 这条法案呢? 那话说就是松太今天呢 就跟了一位同学仔的家长呢 出去吃早餐 那我们闲谈起上来的时间呢 就有说到 关于最近NHS呢 就出现了一些 case 是令到家长是非常之担心的 松太你不如 说一下这个 case 内容是怎样的 那话说呢 他就跟我说 Roblox的game 大家知不知道有个game 叫Roblox 大家都知道的 有小朋友的可能 Roblox呢 就像Minecraft那类 什么我的世界那样的 叫我的世界 是叫我的世界中文 那就是 一班小朋友 不是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的 或者你大朋友都可以的 那登入 手机又有 电脑又有 那全部都可以跨平台进行 那你就创建一个你自己的角色 那你就进去呢 有很多不同的人呢 是会 做了制造那些游戏出来 在那个Roblox的game里面 就是一个game里面 有很多个game 就是你是一个人 一个好像一个LEGO那样的人 那然后呢 那个平台是开放式的 所有人都可以自己设计 那个game 然后你进去那个game里面玩 里面的设计全部的人都是起格的 是啊 那些设计全部都是起格的 但是呢 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玩 很喜欢 我两个孩子是整天逼我和他玩 那有很多不同的game 有打架啦 有射枪啦 有赛车啦 但是看上去是无双大雅 因为全部人都是 都是一些LEGO人 走来走去 不真啊 因为觉得全部都是卡的 你感觉上整个game 是比12岁以下的年轻玩的 是啊 但是呢 宋太今天吃饭的那位朋友呢 就是在NHS里面做的一个资深的员工 是 那他就 这段时间不是觉得 他这段时间是发现了有些case 是令人非常担心的 是的 那他就说呢 只是单单这个礼拜呢 已经有10宗case 是因为在ROBLOX而发生的事而入医院的 那因为那些什么事而入医院呢 都比较严重的 他说最小的一个只有10岁 就是性侵的 就是被人性侵 是 用ROBLOX是性侵 是的 那他都不是很明白 因为他自己的小朋友没有玩这个game的 那他都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可以用到一个game 而去联络到这些小朋友呢 那我 就是怎么用个game来 令到性侵一个小朋友 是的 那我就解释给他听 其实每个game里面 他都有个chatbox在左上角的 那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说话的 就是好像你小时候玩ICQ MSN 只要你在一个game里面 只要你在一个game里面 那可能呢 我之后我也不太详细知道如何运作 哦 是不是click个character 不用click的 你在那个room里面 你就可以在那里说话的 那也都可以add那些人做朋友 可以 然后跟他对话 给短信 send message 给他都可以 是的 这个呢 我们已经叫我们的儿子 不要这样做了 第一不要乱add人 我前两天才问过他 是啊 他有十个朋友 是啊 你说你这十个朋友是什么 这个朋友是谁 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哪个叔叔的儿子 哪个叔叔的女儿 我家里可以 没问题 就是那十个 都是知道是谁 是的 但是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add那些人是不懂的 还有很多父母没有玩 根本就没有看管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 不是没有看管 就是父母对那个机器没有兴趣的 就是没有这一种热情去和他玩 但是又见到他玩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安全 又不觉得有什么疑问 是 是的 都是拿走跳跳跳跳跳跳 是 这个刚就觉得不戒心 整件事 就是这个比你在玩GTA Core of Duty那些更危险 那些仗真度高 你知道了很多成年人参与 是 他那些不同 那些全部都是小朋友 你觉得 你觉得全部都是小朋友 是 但是事实上就并非如此 里面有很多大人 是滲透了进去的游戏里面 是专门找小朋友做目标的 他们最流行说什么呢 就是你在哪里读书啊 你不跟他说都由智可 他就无端端会跟你说 我是读什么学校的 那个小朋友刚好又读那家学校 他就说我也是读那家的 他们有个共通点 就开始聊天了 接着他最流行就是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放学啊 我们一起去打个Roblox的competition 不如我们约在小食部 或者在门口等 在后面的巴士站 然后就糟糕了 接着你真的在那里等 那就出事了 因为我本身呢 我本身自己觉得 你就算是弱了 你就跟小朋友说 你不要把自己的国人资料说出去 但是你刚才这样说的 那个scenario呢 我就觉得很惊吓 因为他被人引导 是的 因为他引导你去做一件事 还有呢 你就算说了给父母知道 父母都未必拆过 是啊 原来有个同学玩啊 你明天做什么 我的朋友也是玩这个Roblox的 我就想着呢 明天呢 下午三点多课 那时候呢 我约他去哪里去玩 那个game challenge 你父母听起来 我觉得很正常的嘛 就是整件事 是啊 很innocent的嘛 但是你想不到 哇 原来可能就是背后有一个人 就是当你小朋友就是猎蜜 一个星期十单 一个星期十单 一个星期 只是单单 五单吧 五单还是十单 十单 十单 最小的是十岁 最小的是十岁 是啊 捉了去性侵犯 男男女女都有 那这个就真的令我感到很担心 那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就完全不让他玩玩game呢 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学校所有同学都玩 这个是他成长的阶段 是啊 就是等于我们小时候 个个都玩四驱车 个个都玩爆船陀鲁 你告诉我 我玩爆船陀鲁 会被人性侵 就是他的老子 他理解不了那样东西 是啊 他就会觉得你是无理地 剥夺了他一个权利 那样 明明玩开的 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是啊 还有就算他愿意不玩 他身边的朋友都继续玩 他就会觉得自己被single out 被isolate 他回到学校没有共同的话题 甚至乎 就是worst case scenario 可能会被排阶 甚至乎被bullied 这个是extreme 这个是极端的 你不排除有这些事发生 那所以 究竟你是应该被他玩 还是不应该被他玩呢 还有 你是怎样去引导他呢 亦都是 就是怎样去教育他 是一件很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都未想到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我和宋太呢 今天听完这件事之后 我觉得要详细讨论 基本的knowledge 他知道的 就是不要说我自己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住 讀哪间学校 但是好像刚刚他说 是引导他去说 我就不懂怎样 跟他沟通这件事 因为他可能在某一些途径 就知道你读哪一家学校 或者你在哪一个地区出没 又或者他引导你去说 你是在哪一个地区 哪个城市的人 可能问你 你是哪个城市的 譬如 或者我就住在Birmingham 你是在哪里 如果你刚刚 我很近啊 我就在这附近 就是你很容易就会被人 套到这些资料出来 就算你不说学校的名字 他可能凭你形容描述的特征 他上Google都找到 知道你读哪个学校 或者是大一个区 胡乱闯 对 突然突然闯直 但是他从而就解锁了 调 Welcome back pour 就引你上吊 所以你说如果这条online safety bill是pass了的 它会不会有机会是一些科技 是用一些AI人工智能 它是知道这些犯罪者是用了什么途径 去approach这些小朋友 从而可能在他approach之前已经block了对话 或者令到这个account是有可疑的 又或者Roblox这个server 它本身的母公司是需要做一些东西 去西查这一类型的 或者禁止几岁以下不可以让他们这样沟通 那我绝对认同啊 应该做啊 就是法例有机会赋予政府这样的监管权力 或者迫令这些公司一定要做这一类型的事情 所以你就很矛盾了 究竟你是应该反对还是赞成 其实中间你是很难拿到平衡 如果你站在这个立场来看 你觉得支持这条法例的人 也不是说无中生有 也不是说不需要的 因为纵使很多人都说 现在其实有很多法例 就已经在监管这些网络公司 他们也要负上某一程度的责任 譬如像YouTube那样 我们上载一条片之前 都一定要take the box 这条片没暴力 这条片没煽动仇恨 这条片不是说恐袭 这条片是不是给小朋友 我们都要take这些东西 然后如果一旦筛查到一个问题 他都会过来investigate你那条影片 或者将它下架 或者不让你赚钱 各样的情况都会有 而且其实YouTube每个月都会更新 它的regulation 你作为一个YouTuber 你就要熟读知道 究竟有什么新增的regulation 譬如像讲粗口在一条影片里面那样 以前你可以整条片不断讲粗口 都未必会被人黄标你 或者是不让你赚钱的 但是根据regulation之后 最初五十秒还是一分钟 你一句都不可以讲 一讲就立即黄标 有时间限制的 有时间限制的 最初几分钟 过了一段时间就每个字都可以 过了一段时间可以识道地讲 那条片都不会是十八感 就是一连串都不可以的 一连串你句句都是你妈妈你爸爸 就是没有内容的 只讲粗口是不行的 东南西北美的中法霸 是不行的 所以为免发生这个情况 那我就客索性不讲 那其实都是自我审查的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你少少的 一句半句起的 那都还可以 就是我自己在节目里面 这个粗俗一点的 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香港的电视 都会有播到出街的那些 那我觉得就叫做 可以合理地运用一下 是适当的情况 但是如果电视都不能播出街的那些 我就真的会较少说 所以各位父母家长 真的要留意你的子女其实是在玩着什么 和什么人交流着 做着什么行为 就是我和松太都 都知道他在做着什么 在玩着 松太说得出我儿子看什么YouTube频道 说得到 什么YouTuber 是的他喜欢什么球星 他在玩着一些游戏 有时候我和松太都会陪他一起玩的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留意 因为网上实在太多人 是做一些非常非常之 太容易做到 扑街的东西 这个就是很适合的情况 这些就是扑街来的 我给你看 人渣 所以大家是要小心 而且这个游戏不仅是英国才有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 告暴赖赛 是连香港都是玩这个游戏的 我儿子回到香港找我朋友的儿子 都是一模一样去玩的 完全一样 甚至乎 会约上大家 正好时间 一起Skype 视像 一路讲一路打 一路讲一路打 很疯狂的 现在世界已经是全球化到这样的地步 你可以看 你以为很远 但是其实很近 你以为是了 你开始以为 回到去 当然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玩什么 原来不是的 喜欢看的YouTube也一样 喜欢的球星也一样 喜欢玩的游戏也一样 我真的服务他们很紧要 读完几点前 我也想说说 刚才松太说的那件案子 不是道听途说的 是那位在NHS工作的同事 他是亲眼看到的案子 我们不是说 听哪个朋友的朋友说 这些就未必一定在新闻那里出现 但是事实上 是发生在我们圈子里面 认识的朋友 一些亲身的经历 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个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时间差不多 下集再和大家见 拜拜